御座 谍报队刚刚截获八办的电门 而且还是明马呼叫 什么内容 八办的运输车队 被四十七军花虎镇基司站拦截 不宜放心 负责押运这批物资的 是八办的干部齐本校 花虎镇基司站就在七号公路上 鬼子离他们已经非常之近 齐本校这次采用明马呼叫 明显是想得到您的帮助 集合队伍 出发 是 主任 真让您给说着了 花虎镇基司站的人扣押了八办的物资 齐本钟坐不住了 亲自带队前往七号公路 我早知道会这样 这么说 齐本钟还真有可能是离将 你说呢 齐历长 别管我 集中火力 齐历长 齐历长 给我狠狠地打 弟兄们 打 医生 怎么样 流血过多 必须赶紧输血 那你赶紧抽我的 最要命的是齐历长 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血型 又没办法化验 谁的也不敢抽啊 我输没问题就没问题 来 赶紧抽我的 血型不对 输血更要命 我给他输过血 你真的给他输过血 对 来 来 小心点 没事吧 没事 你冷吗 不冷 不冷 刚才那个女孩呢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他也是个痴情女 外面鬼子大轰炸 他唯一的心里寄托 就是一堆信件 一点不输给牡丹亭里的杜力娘 齐温玲 今天真是谢谢你 要不是你刚才拉我跑得快啊 我肯定就被炸弹给炸了 当时候 就真成了一个小鬼来锁你的命了 谢谢你啊 谢什么呀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收下这个了吧 收下吧 你受伤了 我看看哪儿呢 不碍事的 就擦破点皮 小伤 你说你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当兵的嘛 这一打起仗来 子在哪儿张眼睛啊 受点伤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本忠 要不咱以后 别当兵了好吗 什么话 我七本忠 一个堂堂的国军旅长 就因为受点小伤 我就退伍了 这事应该是我干的吗 可是我不想这样 每天提心吊胆的 苏苏水 这你还真得想好了 作为一个军人的妻子 你还就得承受这个 军人啊 军人是这样 今天你有可能看她活蹦乱跳的 那明天呢 我 是你 别说了 别哭啊 我们命大死不了 怎么这么爱哭啊 什么呀 这个是他给我的 刚开始我不要 但他三番五次要给我 我就收下了 你别说还挺漂亮 比你现在这个好看多了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这有什么呀 七本礼不是求你帮他拍桂戏吗 这送你个东西很正常啊 你弟弟七本礼他喜欢我 行 真不愧是我弟弟 连看女人的眼光都一样呢 你还笑 七本忠 你还笑 你还笑 你知不知道 我不希望你们兄弟俩 因为我的事情闹别扭 不会的 放心吧 我呀亲自跟他说 什么东西我都可以让给他 酥肉水不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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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